大家好啊 我怎么确定胡锡进他肯定住在这呢 这个因为啊 首先有一个我们东城人啊 都是北京市东城区的 住东四那边的一个老回汇啊 一个回民大哥啊 今年有七十来岁了 应该七十出头了 这老回汇呢 他原来做广告做创意 大家明白吧 做广告做创意 他那会是九十年代吧 九几年到零几年啊 在差不多二三十年前 十几年前 那么一定会和这些官媒啊 这些官方媒体 所谓主流媒体打交道 所以呢 也会有吃吃喝喝呀 送点这个润笔费呀 送点这个软性广告费呀 车马费呀 就就有这些来往 他去过胡锡进的家啊 就在这个光华里 光华路这一带啊 啊这条路呢 往东就是那个 CBD的核心 就是那个国贸 国贸中心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那个国贸大饭店啊 就在那儿啊 这个那儿路上 还有一个汉威大厦啊 汉威大厦里边 一个做房地产中介的 是我一个同学 他媳妇啊 还有我另外一个小学同学 呃 是一个国营的啊 国有的一个大型的汽车公司的一个中层干部 也在汉威大厦那边办公啊 他爸爸是那个哪儿 是军事博物馆的一个少将啊 应该是政委啊 军博的政委 然后这个这个 哎呀 人民日报我就熟了 那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顺义的一个人啊 我认识他啊 老家是顺义的 那会儿我搞业主维权的时候 还曾经想获得他的媒体的帮助 啊 不可能啊 我们邻居还有中央电视台呢 也不帮忙啊 啊 越这种单位的人 他越不给你帮忙啊 还有啊 人民日报社里边烧锅炉的 烧锅炉的那老头 老家是河南蒲阳 是南乐市清风的呀 啊 当初啊 当初啊 当初就是挑着个担子 挑着扁担 走了一千多里地吧 一千多公里 没有一千多公里 六七百公里 到北京来 然后哎 到人民日报社就 就落脚落在这啊 然后他的孙子是我的邻居 是一个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 就在福建前线 福建前线啊 哎 跟台湾有时候还 跟台湾的战斗机互别苗头 互相较劲啊 后来退伍之后 转业了到地方 就在西志门 西志门那个卖手机的那个 电信局的营业大厅 就在那上班啊 还有哎呦 人民日报社 我还真认识不少人 人民日报社 有一个这个 针对中国的少数民族 搞了那么一个部门吧 啊 里边那个哈萨克语的编辑 我也认识 他们用这个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 朝鲜语啊 呃 藏语 还有壮语啊 用这几种语言来 编辑一些东西发布 代表人民日报的啊 我跟他学了一些哈萨克语啊 还有啊 还有人民日报社计算机中心的 有一哥们 黑龙江人 后来那个 他的孩子没有北京户口吗 所以上学什么的 有一些问题啊 是我儿子同学吗 然后我儿子对他 那儿子不错啊 然后脸儿挺好 但有的时候老师啊 或者同学 有意无意的 反正那孩子受到一些伤害 后来人家全家技术移民 呃 加拿大了啊 那个男的呢 也是一个 是一个博士吧 公读博士 头发都白了啊 呃 还有 还有一个陈老啊 陈老 浙江人啊 那个 所谓的抗美援朝吧 抗美援朝说差点死在朝鲜啊 朝鲜战争的时候 翻车了啊 他有学历啊 然后在人民日报社也工作过 后来调到了那个国图啊 就是北京图书馆 北图啊 也是我的客户 然后这个陈老是研究诸葛亮的 就是诸葛亮在历朝历代的这个文学作品 民间文学里边的一些描述的一些变化的啊 这个陈老的儿子在美国 在印第安大大学当教授啊 然后这个 嗯 我那会儿去书店啊 去圆明园里边一个书店做讲座 讲中国的这个边疆 少数民族啊 这个疆域啊 讲这些东西 呃 陈老还给我提供了一些素材啊 这都回忆起老朋友老街坊来了 这都回忆起来